我看起来是不是像在亚马逊森林里面呢 没错 我现在就是在有台湾亚马逊森林 支撑的大阪跟森林园区里面 这里是台湾唯一的低海拔 原始亚热带雨林 里面有好多的自然资源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大口的吸 像这样一样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芬多金 让我们赶快一起去探索这个热带雨林吧 一走进雨林 我立刻被丰富的灵象所吸引 这里的步道因地形的简易度分成三环 大约一到两个小时的步行时间 不过这可不包括你拍照打卡的时间哦 游客可以自行漫步或是参加生态导览 我们在博学多文的大阪跟江副总的带领下 展开了一趟难忘的健康之旅 这是国宝迪迹藤 目前发现全台湾最大的 那这藤内直径超过30公分 而且它有点到线到面 到整个立体空间 覆盖范围有宿展平凡无耻 江副总仔细解释 原住民非常聪明 会利用大自然的植物来捕鱼 巨藤做成的鱼网呢 将大鱼留下小鱼放生 鱼类才会生生不息 形成了人类与大自然共存的生态 这叫古婆鱼 所以野外被很多的昆虫咬到 这可以解毒的 因为一般昆虫的毒液是酸性的 那这是碱性的 强碱 所以把汁擦一擦就不会养了 到户外被蚊子甚至蜜蜂咬到 都可以解毒 那很重要 它到处可以生长 它倒上去也可以生长 切断也可以生长 生命非常旺盛 它覆盖范围有上千平凡公尺啊 在这个尤雅热带雨林植物宝窟之称的森林中 植物们以复生 寄生 共生 以及辅生 四种生态共存 例如大叶南与山苏 又名鸟巢爵 就是这种理想的 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的共生关系 上面呢 这棵叫大叶南 那上面叫山苏 又叫鸟巢爵 是爵类的一种 那山产地的名菜 这一盘下来七八百块钱 山苏叫鸟巢爵 为什么叫鸟巢爵呢 因为下面干干像鸟巢一样 就叫鸟巢爵 非常重要的 这叫猴子的马桶 就讲一次永生囊嘛 猴子人下来上面便便 就养分非常好 所以长得非常茂盛 就长了数十年 都不会掉下来的 太好玩了 看了这么多的植物 可依不惊好奇 这个雨林里面 到底有多少种植物 昆虫还有鸟类呢 我们森林号称 继续的废 目前全台湾700公尺 低海拔 唯一的雅字带雨林 植物高达到600多种 昆虫有7000种 鸟类有38种 生态非常的丰富 目前台湾唯一的雅字带 完全没有破坏 是的 而且这个是要经过 很大力的环保才能保存下来 是不是可以谈一谈 你们在这个森林园区 所做的努力 是 人家说毕露兰里 一起三年 我们进入将近有30年的 中间的区区折折 很多的 包括很多的财团 很多的有利的人士 说你树木砍一砍 就会卖了很多钱 但是我们不但没有砍 一棵都没砍过 而且外面买树来种 所以整个生态棺 非常的丰富 在这片森林里面 有着百年大型国宝级的板根植物 也就是这家 温泉森林酒店 大板根的名字的由来 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那这个叫九金融大板根 那板根的形成有四个条件 因为一般根是在地下看不到的 根突出地表 是违反自然的 根突出地表 像木板的平面一样 叫板根植物 因为很大 所以大板根加个大字 叫大板根的名字 就这样子来的 大板根森林温泉住家酒店 它形成有四个条件 第一个是斜坡地形 所以根会往上攀爬 往下支撑 第二点 它本身是沙地土壤 所以本身细水性很差 所以根会重新再生 重新定位 再来树非常高 最高叫外露层 所以非常高 所以第一道光线 都打在叶曼上 所以养风更过 在往上发展 最后一个条件 这边有横峰 有定向峰 也把水汽带来 附在根部 所以根再往上发展 四个条件 形成我们板根 这个板根将有两米高 一年长一公分 所以将近两百年的 两百年的 很壮观 刚刚是九丁绒大板根 接下来我们赶快看看 榆林里面 另外一个国宝级的板根植物 也就是这个 成凤色状的干花绒大板根 有没有觉得 这样的板根造型 如裙板一样的美丽呢 感觉散发出 王者的风度和气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